根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最新研究 全國信用卡總債務達到1.12兆元 儘管今年第一季度信用卡債務下降了140億元 但拖欠率強在增加 特別是18至29歲的Jet世代借款人 他們不僅承受著高額的學生貸款 還面臨著高成本生活壓力 研究發現這部分借款人由於信用額度較低 更容易達到信用卡額度上限並預期 研究人員指出儘管整體資產負債表狀況良好 但拖欠率上升顯示出增加的經濟壓力 此外由於聯儲至2022年以來的連續加息 信用卡已經成為成本最高的借貸方式之一 目前信用卡的平均年利率已經超過20% 接近歷史最高水平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 信用卡的平均年利率可能將繼續保持在高位 天后維斯記者編輯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